怕啥来啥,大盘跌破了上升趋势 A股在线黑洲四魔咒 没有上升的趋势代表 二月以来的上涨 告一段落了 那除非能快速收复这个上升趋势 刚好昨天小盘股下午 不再加速下跌了 大盘要止跌起稳了吗 6月7号星期五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股市早不报 受温许函这个消息的拖累 小盘股高抬跳水 下跌的非常多 而且指数都跌了将近7% 那这个消息现在还在发酵呢 昨天你像那些跌停板的家数 都接近了150多家 有一些小作文 你像什么实行退市赔偿制度啊 还有上市公司 为了减少这些个责任 壮事断外 自费武功 主动做空爆仓 你看这算盘打得真是叮当响 那昨天下午就这里 1点51分左右 3053点出现了T加零买入信号 我们T加零上车了 那因为市场太弱 当时咱们直播说得很清楚 并且没有止跌和上升的那种迹象 没有启动 所以冲高回落到了3057点 就是2点17分左右 又踢出去了 现在的总仓位还是1%左右 还好没搭上 能了点手续费 另外大盘现在破位下行 破位下行 从30分钟分尸图来看 这个位置可出现了低点动画 今天稍稍一涨 那就会出现30分钟级别的底背离结构 这个是超跌反弹买入的机会 我们先按超跌反弹对待 来我们看看盘面的细节 先说上升指数 15分钟30分钟 现在是序列低9 而且有一部分都出现了这个低点动画 60分钟序列低7 90 120和日线是低点附近 这不就是有超跌反弹的要求吗 我们再来看上升50指数 15分钟序列低9 30分钟60分钟90分钟120分钟 还在低点附近呢 那这些东西 这不是也有一个超跌反弹的要求吗 另外我们再来看科创版 15分钟30分钟序列低9 60分钟90分钟 低点附近120分钟和日线大周期 序列重排 这不是也有反弹的要求吗 再来看护身300指数 15分钟30分钟序列低9 60分钟也在低点附近 90分钟120分钟 甚至日线周线序列重排 这不是小周期都有一个反弹的要求吗 我们再来看深程指 也是15分钟30分钟序列低9 反弹有这种要求的情况下 我们要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像上升趋势没有破的 没有改变吗 5日10日线还在 那就持股代挡别卖肥 一旦跌破了关键支撑位 还是要减棒 那我们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首先最大的欧洲央行那边 现在呢降息了 25个基点 这是G7国家 你看从加拿大降息之后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这不也要降息吗 看起来都绷不住了 那整整是不是美也得降息 它那一降息 是不是股市就得震荡 好 我们再说老拜 说又要那个管管 管什么 管管我们中国的 叫电动车的补梯 你看到没 这个消息是不是影响挺大的 那再说英国也说了 说对华的叫做生物柴油啊 也要发起这个叫什么反倾销的调查 这些事是不是在发酵呢 那再说马斯克那个插星舰嘛 第四次发射成功了 严格这还是试射 好 说说格业的外盘啊 外盘美股是涨跌互线啊 首先是道指涨了0.2 纳指微跌了0.09 标普也微跌了0.02 我们中概股涨跌不移 纳斯达克金融指数 跌了是0.13 下跌了 那位说我们这还真是啊 跟跌不跟涨 你看看 欧洲那边是个普涨 原油涨了 现在是76美元 那位说这还行啊 原油涨了200% 黄金现在是2340 还在那高位呢 人民币7.2477 还在贬值当中 那再说恒生指数 昨天涨了0.28 恒生科技指数 昨天涨了是0.86 北上资金昨天净买入 是67个亿 那位说干嘛呀 大盘爹这么多 他们又来这个 不要连抢这个啥来了 对 人家又来捡便宜货嘛 你像长江电力 中继 还有工业复联 分别都买入 4个亿 4个亿 3个亿 你看那工业复联涨的 那再说美地 是净卖出4个亿 昨天央行开展了 20亿的7天提计回购 当天由2600亿到期 相当于从市场上抽血 抽了将近2580亿 那位说怪不得大盘跌了 原来是抽水呀 也不是 放水的时候 这不也跌了吗 那今天 两市害得有2000多亿 要抽血呢 那位说那这就没谁了 如果再抽血 又要跌吗 那昨天两市融资余额 又少了10个亿 现在是1.4811万亿 那位说这么大的数 怎么去理解 连1.5万亿都不到 你等超过1.6万亿 达到1.8万亿 那大盘就撑撑涨起来了 有人愿意加杠杆了吗 那再说国内消息 说现在恐慌情绪蔓延 又说两个重点 第一个 征盖会呢 这个退市新规 设止了这个一定的过渡期 那今天这个位置 是不是能直指跌呀 预计短期内退市人家说了 不会有太多的明显增加 不过那就是灰犀牛啊 就是还在增 那第二个就是支持投资者 用诉讼的方法去这个维权 那那位说这个应该是管理层搞 那投资者诉讼又是起诉 又是什么收集证据的 另外人家收不收 大家都知道 那门槛庙堂不容易登 好 看看后续的发酵吧 再说这边有传闻吗 说这个监管现在控制量化交易的撤单 有消息说出来了 说这个正在业务啊 正在细分 还有说这些细节呢 也正在搞定 敲定 正在要出台 那再说 房地产方面的 山东有个地方 说卖房 哎呀 再降门槛 再下的门槛降的 人家首付比例不都已经见到10%了吗 这家伙直接就净了2.5个级 那啥意思呢 2.5个点就现在的首付比例 7.5% 那边说 这难道要全面放开 真的吗 这个咱们房住不少 要真的放开了吗 那2.5 那边说这杠杆是不小 一旦这个房住不少 要放开了 那房地产是不是能好啊 好 我们再说另一个啊 国办印发了关于 深化 这个咱们医药卫生体系 现在是一个改革啊 现在是体制改革呀 发布了2.24 重点公众任务 你看看现在 这些医药是不是也得动了 因为医药在底下 要是起来的话 这不能带动指数吗 现在什么什么都拉 不首先 你看大盘 你丑的跌了这么多 但是上站指数跌这么多 个股跌的比就多了去了 这只是干嘛呀 只是一个遮羞部 那再说 医药方面的医务人员 现在的薪酬 说不得跟药品呢 还有什么卫生 还有这些个什么 什么器材 什么材料 包括一些化验等等 不能跟这些个业务挂钩啊 啥意思啊 就是斩断利益链 现在不都是 这个什么什么 回扣回扣吗 不过那位说 如果都没有回扣了 那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叫水清了无余呗 那好 这说股院 还要推进性药品 尤其是 医药消耗的这种集采 要提质 还有扩面 如果这个集采都加大了 那他们没有收入了 人家都说 那小筋不尿尿 总有自己的道 那会不会又能用 其他的方法 好患者的羊毛啊 那好 再说华为 联合中山大学养科 发布了关于 这个养科大模型 那位说 这真是厉害了啊 华为 华为 这是我们国家的旁袜子 也还有一个 也不服气的 谁呀 比亚迪吗 王川复说了 说未来 讲在智能驾驶领域 投入千亿 看到没 资本来砸了 那再说上海到杭州 多挑高铁 干嘛 打折 促销 5.5折 那位说还真是 这边刚涨价 那边就开始打折 啥意思啊 涨价是一个长期的行为 打折是个短期促销 我们都要分清啊 就是涨价 还是大趋势 那再说 5月份 国内的挖掘局 挖掘局销售的是 8500多台套 同比增长了 变成将近30% 但是出口 9300台套 同比下降了将近9% 这个是很厉害的 以前就是国内在怎么拉跨 出口都能保证 现在出口也盯不住了 那位说什么意思 看起来出口出海 面临压力 是啊 经济的三驾马车吗 投资消费出口 消费现在是挺那个的 投资也挺那个的 这如果要出口的拉跨 那位说 怪不得股市跌吗 这不就是经济的晴雨表吗 真是没谁了 那再说猪肉啊 现在快接近24块钱每公斤了 这不又涨了吗 猪肉期就是啊 再说四两板的鞋合电子 从说适应率高于 这同行业的店 就是咱们指的是 电路板的行业啊 现在高于其他的 但是逐步在下降 那位说是啥意思啊 市盈率在下降 就证明 企业呢 现在正在向好 市盈率是什么呢 不就是跟股价 还有正收益有关吗 啊 美股收益 如果收益多了 市盈率不就下来了吗 这是好事 好 数次咱们操作啊 短线有超跌反弹的要求 中长线 还有投资价值的时候 一定要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今天看一看 30分钟级别这个位置 超跌反弹能怎么进行 我们有机会能跟上的话 我还会做 好朋友们 以上是早过报的主要内容 喜欢古邦的点赞交关注 我们中午收盘见